一花以世界,一夜以如来 大家好,欢迎收看佛禅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佛门里将人的业力分为身、口、意这三个方面 即行为、语言、念头 存好心,说好话,做好事 业力清净,是为大福报 业力不净,自有三样 人要想,修大福报 不但要有好的德行,好的信念 更要懂得守好自己的口业 嘴是福获之门 也是影响自身福获非常重要的风水 嘴上缺德的人,缺的也是自己的德 伤人已伤己的恶习 若不做出积极改变 难免获送口出 为自己招致麻烦 受罪受心,慎言之语 是为大吉祥 做人这几种话要少说 因果不饶人 爱说是非者就是是非人 其实对于生活中 一些喜欢说是非的人 大家都是一贯的意见 那就是挺讨厌这些人的 小人自身汇奔浅薄 愚痴而不自知 将别人的是非作为自己生活的谈字 嫉妒心重 见不得别人好 于是在背后恶意造谣声势 搞小动作 破坏别人的福报 给别人带来麻烦 天生就是很喜欢搬弄是非的人 性格方面也是很不好的 这样的人非常的叛逆 从来就不喜欢别人指出 他们做的不好的那个方面 他们是不允许别人批评自己的 性格是很直白的 不懂得分清黑白是非 如果是有人说他们的不好 那就肯定都一直记在心里面的 他们是个特别喜欢说是非的人 最好就不要与这样的人 有很多的接触 这样的是非小人不用理会 因果自会惩罚 言多必有失 越是是非口舌的人 越没有福气 二 刻薄恶毒之话 常说刻薄恶毒之话的人 大部分都是自私自利 减算刻薄的 这种人喜欢斤斤计较 处处占人的小便宜 但是不允许别人侵犯自己的分毫 典型的宁可我负天下人 不可天下人父母的类型 所以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不好的感觉 是典型的墙头草 见风使多 看到比较厉害的人就跑去巴结凤城 而对于地位没自己高的人 就是各种看不起 各种嫌弃 他们的这种行为 很容易得罪人 使得自己人缘变得非常差 到最后 还是会惹麻烦的 善意的关怀 劝戒的言语 哪怕只有一句 在三九寒冬那样寒冷的天 都能够让人心生温暖之意 恶劣的谩骂 诋毁重伤的言语 对人的心灵的伤害 哪怕是在酷暑炎热的六月 都能够让人心生寒意 比喻为人处事 勿以善小而不为 勿以恶小而为之 小小的善意 也能够给别人带来温暖 再小的恶意 都能够对人造成伤害 爱恕者爱烦 负亡者负来 你言语温柔慈爱 令人如目唇峰 别人也自会以善相待 但如果你自己说话 尖酸刻薄 恶言恶语 那么人人都远离你 福气也不会靠近你 嘴上不饶人的人 也往往 铁石心肠 嗔恨心重 也必修不到好相貌 三 骗人的话 嘲笑人的话 任何时候待人要真诚 不要哄骗人 损害他人的利益 当然 适当的善意的谎言 排除在外 寇是伤人福 言是个心道 出源要有耻 心源要无度 言语吉祥 比他人 更是庄严自己 寇是福货之门 也是影响人命运 福货的一大业力 一个人越是爱扯飞 说闲话 刻薄恶毒 这样的人越是没有福气 不惜你观察一下身边的人 嘴是福货之门 管不住自己的嘴 难免活从口出 语言具有强大的攻击性 话说过了头 如同刀斧伤人心 即使是开玩笑 也要把握尺度 不要让玩笑成为了嘲笑 让自己失去了 做人最起码的德行和底线 四 五言会语 地藏经说 若遇两舌都乱者 说无舌百舌报 两舌的话 是我们最常说的话 那些背后议论他人 是非对错 或是挑拨离间的话 都是会损好福报的 俗话说 并从口入 后送口出 人若缺了口得 则福报不见其损 日有所亏 时间长了 福报就偷偷溜走了 吉祥经说 言谈悦人心 是最为吉祥 我们说出去的话 能令他人心生发喜 给人利益 给人方便 远离恐惧烦恼 这对自己来说 也是一种 无量 不失功德 万恶银为首 若不断银 必落魔道 无言慧语 龌龊的话 罪是损人福德 一定要戒指 五 讽刺别人的污点 笑人前 落人后 自以为自己 有耻笑别人的资本 看不惯别人的做法 但殊不知 自己却比不上别人 说人前 落人后 说到自己就无依据 有一些人 说话做事 别人总不如自己 可是轮到自己 不行时 就无言以对 哑口无言了 纸上得来终绝前 觉知此事要功行 要透彻地认识事物 还必须亲自实践 做询问 要自自不倦 持之以恒的精神 一个既有书本居士 又有实践精神的人 才是真正有询问的人 六 在别人背后 说别人闲话 俗话说 宁在人前骂人 不在人后说人 别人有缺点 有不足之处 你可以当面指出 令他改正 但是千万别当面不说 背后乱说 不寻求他人的过失 也不举发他人的罪过 远离粗语 这样的人才能够 获得真正的解脱 没有用处的话 说多了 浪费时间 背后伤人的话 说多了 害人害己 不要背后说人 更不要在意被说 学会淡下性子 学会忍住怒气 面对不满 来说是非者 并是是非人 有本事的人 才会有人议论 没本事的人 只会议论别人 做好自己的事 管好自己的随 水深不语 人问不言 七 人前人后 少炫耀自己的成绩 古语云 木绣于林 风比摧之 高出森林的大树 总是要被大风 献吹到 比喻 才能 或者平行出众的人 容易受到嫉妒 指责 一个人过于出众 锋芒毕露 便很容易遭到 别人的记恨 人或一事 不争 是远见 低调 是态度 越使用本事的人 越会尊重他人 越无能的人 越瞧不起别人 时刻将自己 放在一个学习者的位置上 我们才能收获成长 家败 离不得奢子 人败 离不得义子 讨人 闲 离不得交子 人生一世 草木一秋 只有弯得下腰 才能抬得起头 忍之一生 目中有人 待人清选 一步 一个脚印 越差 越不可一世 越强 越谦卑低调 低调谦卑 不仅是一种修养 一种风度 更是一种 搭官的 触世智慧 今天的分享 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 您的收看 喜欢佛山频道 别忘记 点点订阅 和转发哦 最后 想跟大家说 现在佛禅 已经正式 开通了Facebook 所以 你只要在 Facebook里面 搜索 佛禅 点击关注 就可以 私信给我了 子慕非常期待 与大家的互动 在这里 你永远 不会孤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